在前日播出的春天花会开第六期中 敬唱歌手继续展开合作敬唱 争夺绽放喜味 华晨宇在聆听一首首民乐歌曲的同时 也将自己对歌曲改编的见解向大家分享 用自己的音乐态度感染每一位敬唱选手 节目中 博乐华晨宇在面对选手的失误时 给予其鼓励 并苦口婆心地分享了自己对于失误的态度 不要被失误所影响 只要你的情绪和你的情感全程都在的情况下 哪怕出现失误了 这个歌的这个灵魂还是在的 在本期节目最后 华晨宇还与其他博乐一起玩起了民歌版《非花令》 一句话为什么这样红 为什么这样红 带领大家一起春日的民歌韵律 不得不说 华晨宇在节目中一直不断对竞唱选手的改编进行鼓励 与选手一同探讨音乐思路 就像华晨宇在接受节目组采访中提到的 在这个基础条件下 我还是想鼓励年轻人至少你得去尝试 可能会失败 但是我觉得能敢于跨出这一步去尝试 就很值得去鼓励 华晨宇在用自己的经验给予选手养分的同时 也为民歌在这个季节注入了更多新鲜活力